这是一个夺走张本智和声代的男人 世界排名只有599的国平小将孙文 不仅四比零零封世界第四 还让摩托彻底牙火 临时喜欢大声吼叫的张本 在他的狮吼功面前也只能变成乖乖虎 对于比赛他是这样说的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场让张本智和 比赛吼叫双输的憋屈之战 张本拿下开场第一球 习惯性的开始吼了 孙文不惯他毛扁 直接吼了回去 孙文的吼叫非常有节奏 高亢中带着嘶哑 洪亮里透着气势 此前比赛他从不这样吼叫 今天这样也可能是战术的一部分 两人你喊一声我喊一声 乒乓球比赛直接变成了吼叫大赛 三峡民 十六 年lon 七六 二支 七七 八 sol 八 四十八 二十九 七九 八 张本智和回球出界 孙文拿下第一局 他的场边指导是杀神陈启 强将手下吴若宾 杀神的气势加上孙文的施吼 这场比赛注定是要拆摩托的 孙文又是连续让对手吃了两个发球 张本揭发球环节丢了不少分 孙文无比一领先 张本智和落后时连吼叫都变得小声了 临追几分的张本气势逐渐回来 吼叫声也再度变大 孙文马上予以反击 孙文10比5拿到局点 此时的张本已经压火 看来魔法还需要魔法来打败 第三局孙文一路领先 吼叫也从未停歇 反观张本被双方面压制 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嚣张 被打得彻底没声了 作为礼尚往来 孙文迎球也不喊了 场上诡异地出现了一段时间的静音 第四局孙文一路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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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本已经彻底变成乖乖虎 就连反超比分也一声不吭 两人八平 关键时刻张本连吃两个发球 孙文拿到赛点 整场比赛孙文的发球都让对手很头疼 4比0 孙文凌峰比自己排名高出595位的对手 张本智和打也打不过 吼也吼不过 摩托这次是真的被打压火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